我現在就可以在這個過程中 快速去做到我要的一個人物的合成 然後我再去對齊 我今天想要這個東西放上去的感覺 箭頭移過來移過去 轉眼間一張活動宣傳網頁就幾乎完成了 看似簡單的作業 其實背後的技術門檻並不簡單 市場改變了 因為之前不是有宅經濟嗎 那你透過的消費行為也都是在數位化 所以數位化的資料你要怎麼呈現 就是靠這些設計師去執行 在自己技能方面 就是工具軟體現在非常多 他們都是在現在這個趨勢上必須要滿足的 順勢大環境趨勢 像是這樣的數位設計 網頁設計類的植物熱度正同步被拉抬 而像是這樣的人力需求 也反映在薪資上面 就是就我自己在這個產業 也將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了 所以薪資結構 我覺得這幾年是有很明顯的成長 而且那個成長 趴數我覺得應該至少都有10%以上吧 那已經就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 在普遍低薪的時代 亮點高薪植物除了網頁設計師 其中包括平均月薪能達到8萬的 零售業藥局的藥師 還有運動及旅遊休閒服務業的國外業務 住宿服務業的中日西式廚師等等等 薪資也都高於整體產業的平均月薪 其實所有的核心當中它一定有它核心的價值就是技術研發 那不管任何產業你只要加了技術研發 不管是數位轉型或者是你的餐飲的轉型 都是能夠符合這樣的趨勢 提升你自己的薪資價值 你如何善用一些多元任用跟多元化的趨勢來彌補這樣的缺口 是我們目前看到真的是刻不容緩的 而會有這些高薪植物亮點產生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缺工的問題了 我們看到根據最新的統計 在2023年第一季平均每個月在民生消費產業缺工這塊 每個月是短缺了38.2萬人創下歷史新高 等於平均一位求職者是可以得到8份工作 所謂的民生消費產業包含了餐飲業 零售業 批發業 住宿服務業以及運動旅遊休閒業 在過去5年時間平均月薪落在3.7萬到4.1萬 居整體產業的後段班 儘管疫情前後薪資幅度有提高到8.6%到13.7%左右 但是人力缺口的黑洞深不見底 加薪還不一定找得到人 我們把整個天花板跟地板都一起拉高了 除了薪資之外的話 我們有提供很多的員工的福利 除了原本就有的生日優惠 我們今年度開始有提供員工 每年兩次的住宿跟一博二十的服務 在求職上面也動了一些手腳 求職網站上面把標題增加了一些字上去 所以我們像面試的話 我們就會贈送來求職的通人7.7的商品卡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即將推出一個在業界一個很破盤的 我們要提出一個高額的介紹獎金 那我們這次一次提高到一個人頭兩萬元 搶財有多激烈 出招自救 不止薪水加破頭 小細節也能夠售出端倪 只不過從整體五大民生消費產業來看 雖然說職人月薪平均增幅有高 但是仍然沒有明顯的高於市場均標 加上本身月薪就是排名墊厚 不管調薪幅度還是加碼福利誘因 恐怕吸材效果還是有限 2019到2022就去年10月以前 其實科技業跟部分的出口的製造業大廠 他們是非常缺的 他們過去幾年已經祭出了非常多 加薪也好 給各種福利誘因也好 他們都已經做了 那我們現在碰到現階段缺工的 不是這些科技或製造業 他們是這種住宿業餐飲業 到目前為止最大不同 只有少部分的大的集團 他有做加薪動作 大部分還是沒有 可是跟前一波科技業製造業缺工不一樣 他們是多數都展開加薪或福利的動作 民生消費產業強勢復蘇 當缺人缺到怕 在勞資的供需上 高薪也成了一大必要條件 替越新聞中的融蟲 越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